战争时如果海运遭到封锁 台湾没有燃气怎么发电 赖清德脱口而出 紧急时该用核电 不过此话一出 等于证实核电才是稳定能源 也彻底打脸民进党主张的非核家园 民进党狂喊2025非核家园 但如果遇到战争 海运遭到封锁 天然气进不来 到底什么能源最可靠 赖清德突然喷出真心话 相关单位有在规划 怎么样把已经停机的核能基础 维持未来紧急使用的这种情况 此话一出各界大惊讶 难道民进党费核神主牌 瞬间被戳破丢下 今天民进党自己证实了 核能是最可告的电力来源 你怎么不用这个煤来紧急 郭全民进党为了反核 数不清的街头运动 甚至当全民批评 用活力取代核电用费发电时 赖清德还怎么凹 深奥活力发电厂所用的煤 是用干净的煤 是用干净的煤 但干净的煤不止成了笑话 专家也批评若靠活力 当发电主力汇出大包 执任者说紧急的时候 才会用核电专家狂吐槽 你以为核电向开灯 紧急时按个钮就好吗 你以为那是你们家的电视机吗 它是你们家的电冰箱吗 你电源一打开就可以启动了 太好笑了吧 你所有的燃料棒通通都受走了 怎么启动啊 台湾就是缺电嘛 对照赖清德想用核电 却不敢说侯友宜这么讲 到底什么电力最稳当 赖清德的一番话 狠狠打了民进党被核 以巴掌 记者黄文君徐国豪 S人小组台北